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令到他可以在奥狱拥有过半数的股份 但我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和周天大师谈论 我发觉原来我对于整个来龙去脈都不清楚 如果他就这样从这一宗新闻讲起 我就发觉很多人可能好像我那样 都是明不明都一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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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想不如我们就拆开上下半集 我们上集就会先讲这个新歌传奇 就是一个很出名的港产片 就是这个何鸿新的传奇式电影 就讲讲他们的一些恩怨情愁 其实我们应该如何去形容现在的所谓 因为我另外一个最印象深刻的 就是当年何家增产事件 有什么九姑娘、十姑娘、八舅父 其实怎样可以开始讲起这个 就是所谓澳门倒业的一个传奇 我不敢说知道很多秘密 就是一些公开资料 但是我家里的时候 我爸爸也曾经在澳门上得董事 或者他代表公司 公司是appoint他去做胎董事会 所以他都知道一些略知一些内情 但是我不敢说知道很多 我的长辈有时候会告诉我 当然有些公开资料 我不敢说很知道内情 我知道些东西都很表现 但是就是我所知的 当年澳门很早的时候 以前中国的赌党当然是乱开的 鸭片烟党全部都乱开的 然后应该十八十多年 十九世纪就开始发牌 发牌就大家一些相同的人去拿 不同的人去拿 在他之前就是那个叫做 那个叫做 傅丽华家族 傅丽华走电话家族 是傅老庸去拿的 然后呢 就是澳门的 澳门的 是 当时的时候 韩申就组成了财团 是 财团呢 就是以 多了一万七元 是几百万 三百几万多了一万七元 来拿到的 是 我当然作为一个怀疑 论者他当然应该有内线 是不是 应该都很难 会贵一点点 但是他当然说 刚刚正好 但是他那个财团是怎么来的 因为韩申不懂赌钱 他不懂的 之前他们色仔部的主管 就是傅老庸 就是叶汉 叶汉赌钱很厉害的 他是色仔部主管 后来不和 他就走了 走了之后呢 他就申请赌牌 申请赌牌 申请的都申请不到 为什么呢 他完全不知做什么 后来才知道 原来他申请赌牌 他不是蒲郭人 是没办法 于是何鸿燊 就走马上任 就娶了个蒲郭的老婆 老婆 蒲郭第一美人 澳门街第一美人 是很漂亮的 他这么多老婆 就应该是最漂亮的 OK 那 接着呢 但是何鸿燊没有钱 他有两个很重要的人支持他 一个呢 就是傅宁东 当时是杀守父 另一个呢 就是十姑娘 十姑娘呢 当时呢 是 她的妹 她的男朋友 也是她的 是一个 一个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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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鸿燊 是何鸿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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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张学良 他全家都很害怕是何鸿燊 我年轻时是何鸿燊 是何鸿燊 是钱 是同一帧 根據十姑娘說韓鑫生投資一筆錢是他借給韓鑫生做預先的 根據十姑娘說 但我不知道這件事實有多少真實成家 然後他們的大金柱就是霍印東 即是沒有大金柱沒有大的人就做不到 然後專業是葉漢 葉漢是13% 霍印東最大股份 韓鑫第二股東 然後韓鑫後來會變成大股東 因為人們走著走著 然後就有個很難倒的人 新馬師生 佔了一部份股份 一個很有面子的人就葉德利 尤其是搞賽車 搞什麼 是韓鑫生的妹夫來認識 如果沒有記錯 是者夫妹夫之類 在那裏蒲國 好吃得開 大家一起組成財團 剛剛去 當然富士家族就搞他 但是他有很厲害的人 到最後就去處理所有的事情 那些生意最初的時候就在新花園 新花園應該是在那個運動場隔離 我講不到給你聽 接著就在那裏蒲經就搬去 那生意很好 但其實都不是真的很好賺 但是是有賺錢的 那經過一個turning point 有一個turning point 是直接令到普京 澳門變成一個這麼繁榮的地方 就是發明了水野船 就是飛翅船 以前的人說 我都在香港的人賭錢 我老爸都在福基島 他流去那些貴 大家就說 哇 現在做了十年 突然間來的轉捷點 那時候又發了 現在香港經濟又發了 經濟又經濟又好 那時候他就真的開到瘋了 而且葉漢 因為葉漢是operator 但是航生是養有牌 因為他才是養有牌 於是乎 葉漢回來 那十姑娘跟葉漢的分別又在哪 因為十姑娘有operator 葉漢有operator OK 我聽不懂 然後葉漢做operator 他就發明了一件事 那樣東西很好玩 那航生不懂得賭錢 他就說什麼好玩 八家樂 好玩 然後他就帶了八家樂去香港 那個老爸當年的時候 他就去過 有人跟他講過好玩 他說他試過真的好玩 那時候大家知道 現在八家樂 已經變成這個世界賭場的 八家樂的天下 OK 那時候開始帶了八家樂 在那個時候 其實何鴻生就是董事總經理 董事總經理當然是做了鎖了operation 因為葉漢不是那個牌的holder 所以所有operation的錢 是在他那裏 就是你做總經理當然是分錢 就是所有的東西 所以他自己就可以拿到一部份 而股東分錢就可以慢慢來 大家買資產 建房子 搞事 分錢 reserve capital 有很多東西 他沒有cash 即是他沒有cash的問題 黃心沒有cash問題 對不對 而葉漢又cash問題 明白嗎 整件事 整件事 他那個operation 他不用 他那個operation 在operation上 他就佔了一個上風 他就在他那裏 你飛不到他 於是乎 葉漢就不是很富有 在整件事 賺這麼大錢的生意 他那個所得的利潤 那他肯定很不妥 是 而何鴻生 因為他是 你沒有說他飛到他 他是個 牌主 然後他就找十姑娘回來 他發現賭場其實不用懂得賭 找professional 你電話賭場多厲害都沒有勇 你不懂得賭 他做operation 那何鴻生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很厲害的人 社會很厲害 和華國政府他真的可以做 他很有辦法 我記得那個時候 1980年的時候 黃占吃飯 黃占說 他在葡萄牙看到 為何那些報紙都很豐富 他就是韓生 他看到葡萄牙 每天都看到韓生 你知道多嚴重 他控制了 他就找十姑娘回來 就是takeover 所有商業 但當時是十姑娘負責 到時候就變成operation 就是十姑娘負責 那葉漢又怎樣 被人趕走了 那不是叫趕走了 但是最後就是黯然 將那些股票 13%股票賣給鄭月彤 韓生繼續是董事總經理 謝 dishanh同 ahora是主席 博家 博家是大股東 新馬 Mob租 Obviously六個股票 甚至 mois 何鴻鑫的股份占領多 但澳博從來沒有主要貸貸 沒有一個人持51 一直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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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霍英東又覺得分錢分得多 這是相同的狀況 這是否因為何鴻鑫做生意 賺大錢永遠都是其他股東分得很少 我不知道,總而言之這是一個公開的 所以他就憤怡將股份注入澳門基金會 但其實注入澳門基金會 當基金會實際上是他在霍家插票 做多少事事都是他控制的 至少他們不在澳門 但霍家的人去澳門 都有一個預算 例如一個月花幾百萬 大家去澳門就全部免費 之類的國家 都有一些privilege 分錢就放到基金會 然後那時候 大載是差不多的時候 四太,即是之前已經開始 應該是九十年代 葉瀚走開之後 就有四太進來 四太進來 四太進來就開始 整整十個兩 是 這個就是我開始看新聞就看到了 就開始 譬如那時候何俊仁是代表 誰就代表十個兩 然後又發生一些暴力事件 大概就是這個時候 總之四太就回來 就是要再接受十個兩 就是我的行動 以後我做 那就不用你十股兩 不,是慢慢來 大家做這些事 你不是那麼細計的步驟 實際上是幾年計的時間 或者十年計的時間 還有一些眾神的幫助他 但是那些眾神就是 例如飛仔強、蘇曉輝 那些都是很大的 很大的口令 我想問澳門回歸之後 有沒有一個影響 影響了這個 所謂的爭權事件 至少就是有六個賭牌 至少整個沒有 但是我講一件事 本來 韓生的頭碼 是我的姑掌 我姑掌叫做中華田 我姑掌叫做中華田 娶了一個姑媽 我姑媽就是一個大姑婆的女兒 她們很厲害 我姑媽一讀 她們兩個都在香港U 兩個都在香港U 在臨離婚之前兩個星期 簽子兩個星期之前 我姑掌就在維大利亞區 被人斬死了 所以現在才輪到現在的那群人 酒馬上飲 是的 現在才輪到現在的那群人 酒馬上飲 所以大約我都有少少知道的 但是問題就是 我姑掌那時候說 那時候過了一身家 那時候是三、四十年前 但是她 這個題是吧 所以到了最後 就被一四十姑娘 就去 開始引退 就是 搞一些股票 其實如果當時的十姑娘 她 就是引退 只是拿著股票 應該是 都可以 這些股票不會後來 現在搞出 廢了 搞得麻煩 不會有這樣的狀況出現 我們有關新歌戰旗的前半部分 大致就到此為止 下次我們再說一下 現在最新新聞的意義在哪裏